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 中区联谊会与全国移民团体联合总会 彰化县各新著名团体 22日在县府中庭举办 见言有爱 万心仰爱 拥抱台湾关怀新著名公益捐赠活动 见言中区会友共同募集捐赠120万元 帮助县内中低收弱势新著名家庭与独居老人 以及新著名二代等 让他们能够安心生活 大家在事业有成 持续的来做这个公益 在这边代表我们县民也要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次捐款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我们低收入户的住景器 那这次捐了两千个 那大概六十万元 让我们能够呢 满足我们的一些弱势 独牢 一些这些收入比较低收的朋友们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捐助我们新著名的奖学金 一个五千块 总共会有120个学生 获得这笔这个奖学金总金额120万 借大家掌声再次的谢谢我们中区许会长带领的团队啦 万兴养岸 这是我们建研会长久以来优久的传统 那这次轮到彰化县来做这个活动 那感谢我们建研会的同仁 学长勇严的牵线 虽然金额不大 但代表意义很大 代表我们对新著名的关怀 还有我们建研会的热情 热心公益 建研会呢 我们已经成立30多年了 在全台湾呢 有两千多位来自各种产业的企业组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建研会的学长们都秉持着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长期资助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为善博位人口 尤其呢 今天呢 我们在中期建会的许会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建研会的慈善这样子的议局 从应该是洪耀坤理事长开始 到现在已经 昨天我们所了解的是 已经27年从来没间断过 今天是印尼的母亲节 也是在12月22号 对不对 我们先祝全国的印尼姐妹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其实族情融合就在这一刻开始做起 那感谢建研会的各位 学长们 我上个月陪着我们建研会到金门去 那我们感受到建研会 不只是关心我们中期 关心我们彰化 也关心到我们未来的 整个产业发展在离岛的部分 那也感谢我们建研会 可以来照顾我们 静庭族的新住民家庭 建研中区会友共同募集捐赠120万元 抛砖引玉做公益 其中60万元捐赠2000个消防住景器 另外任捐新台湾之子 新住民二代奖助学金共120人 王县长感谢大家在事业有成后 能回馈故乡彰化做公益 公益频道林居民彰化采访报导 欢迎订阅